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,未经允许,请勿搬运,望线,步步为应,第十九集,瞧瞧那个浑身黑气的,未无限莫道,真脏。 往前迈两步,他从蓝溪尘满身的黑气中,看到一丝极其纯净的气息,抬手,那丝气息离开蓝溪尘的魂体,落到他手中。 这个东西,是一块石头,紫色的雾气包着石头,石头中包裹着一些红光,红光光芒极盛。 魏无限眼眸一眯,看着蓝溪尘的眼神瞬息间便充满了杀意。 抬手,丝丝缕缕的灵力从手中飘出,从蓝溪尘的石海中出去,飘上天空,将这个世界彻底封锁。 其他几方世界天道彻底失去联系魏无限的能力。 而这方世界,也从各大星系中消失。 魏无限手动了动,此时的他特别地想杀了他。 那些紫光是别的世界的力量,而这些红光,是这个世界的气韵,这个石头,是专门吸收气韵的。 也是保护蓝溪尘,不被魏无限感应到他这个意识之人的。 蓝战看不透他的灵魂,这石头功不可没。 石头里已经有不少的红光,蓝溪尘来的不久,气韵却是收集了不少。 之前神魔界的那个,怕是只是一个对自己的试探,他没有这个石头。 而且神魔界诸天神魔,哪怕是一个刚刚出生的都有着极大的神力或魔力,他们干不过,害怕被发现。 也就没胆子动,只是还不死心,让一个人过来神魔界试探,而更重要的主力,却是留在了人界。 人界的气韵,虽然比不上神魔界,但也是魏无限亲手练出来的。 其中的威力,完全比得上一个仙霞世界的气韵。 魏无限捏紧石头,眼神不复往常的平静,此时的他,变得嗜血的多。 这些气韵不少,有这方世界的3%,若让他再待几年,不怕他带不走10%,若自己不来人间,这块石头会帮助他修炼,帮他长命百岁,他会在这个世界活到他把气韵收集到50%时。 届时,他的世界天道将他带走,气韵随他离开这里,这个世界将会历经5000年之久的天灾,天灾过后再经一万年,才能恢复。 不说这足足15000年的动荡,这50%的气韵,魏无限还得费尽心思,才能让他恢复。 若在这15000年中恢复不了,天灾将会时时刻刻都在这人间存在,哪怕是一日都不会停歇。 在这期间,世间万物,多个种族都将灭绝。 而除了蓝溪尘,还有另外一个,那个人同样带着这块石头,一块石头能接收这个世界的50%气韵。 魏无限猜测,另一个意识来到这里的人,绝对也有。 若这人界的百分之百气韵都被他们带走,那这个世界将会崩裂,不复存在。 而被带走的气韵,去到他们的世界,将会保佑那个世界,永世长存,万世长安。 还会升至高级世界。 魏无限看着手中的石头,此时此刻他的气息从外表看,极其的平静。 蓝溪尘不知道他看到那块石头想到了什么,只是觉得,一瞬间, 他变得比刚刚还要可控许多。 平静的外表下,他不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。 未知的恐惧让他灵魂都在颤抖。 魏无限抬眸,将石头捏碎。 被禁锢的红光被放出,几乎是迫不及待斑,回到世界四处。 而与此同时,蓝溪尘的灵魂开始惨叫,魂体从原本的凝固变得飘忽,瞧着好似一阵风就能吹散。 他的魂体被削弱,石头也被毁,一旁的蓝化开始有苏醒的征兆。 魏无限抬眸望去,原本蓝溪尘修仙之人,是没有这么容易被一个凡人占了身体的,只是这个凡人带着天道之力。 天道之力一直帮着他,从刚开始的二人轮着出现,二人思想不同的存在,到最后的天道之力帮助蓝溪尘,影响蓝患的思维。 给他下暗示,无条件信任金光瑶,哪怕他杀人放火。 刚开始还好,之后无论是蓝溪尘出现,还是本体的蓝焕出现,都是无条件信任金光瑶,想弄死一切对他不利的人。 而蓝焕在控制自己身体时,所言所为,或许有他自己的意思,也或许是被人掌控的意思。 一切现今都还不知道,只能先等他醒了。 蓝焕睁眼时,看到眼前的场景,略显疑惑,这是哪? 没有那块石头,此时他的思维是清晰的,是独属于他自己的思想。 魏无羡手中捏着那道紫色的烟雾,离开蓝焕的石海,坐在透明礁椅上,将茶杯放开。 手中的烟雾在乱撞着困住他的屏障,想逃走。 可是,他怎么可能逃得走? 金光瑶看着晕过去了的蓝焕沉,冲到他身边去,这回没有力量阻止他了。 很顺利就冲过去了。 到蓝焕沉旁边,叫了他几声都叫不醒,抬头怒瞪着魏无羡,你对他做了什么? 魏无羡正看着那团紫色的烟雾,没有理会他。 金光瑶气急,想冲到魏无羡面前,却在离他不远时,被一道力量弹飞,整个人砸到了墙面上。 摔到地上时,控制不住地吐了一口鲜血。 整个人抽搐一下,缓缓地失去意识,失去呼吸。 此时,蓝焕沉刚好醒来,此时的他还是现代蓝焕沉,蓝焕意识恢复,灵魂却还没有完全醒来。 这个人,也就剩几天能控制着身体了。 蓝焕沉醒来,首先就是去看金光瑶,看到他在不远处晕了过去,立刻冲过去,只是他灵魂受创,疼痛无比。 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。 好不容易到了金光瑶旁,拼命叫他,却是叫不醒。 摸着他的手,还是温度渐凉的模样。 蓝焕沉手颤抖地伸到他鼻翼下。 阿瑶,阿瑶,魏无羡,我要杀了你。 魏无羡瞧着一死一伤的二人,站起来拍拍衣服,看向后面,那里正站着一个人,他站在没有任何遮挡物的地方,正瞧着这边。 魏无羡对他伸出手,阿湛。 蓝湛愣半晌,方才蓝熙沉说的,他竟没有一点厌恶之心吗? 在别的世界人眼中,他们是这么亲密的关系。 蓝湛一时愣住,也就没有抬起脚步,魏无羡以为他怎么了。 睡一到他身旁,手搭上他肩膀,怎么了? 蓝湛正愣了许久才到,无事。 无事便好。 魏无羡突然毫无征兆地低头,蓝湛只感觉到他的唇瓣轻轻地触碰了一下他的面颊,把刚回过神来的人都弄得更愣了。 先将事情处理了,然后再谈你我之间的事情。 我们? 嗯。 魏无羡揉揉他的小脸,好了,乖。 蓝湛被虎蒙了。 第二日,蓝湛被扔到蓝启仁面前,蓝湛告知了蓝启仁所有事情经过,蓝启仁看向蓝湛的目光有些不可置信。 他蓝是宗主,竟然被人夺了射。 还是一个凡人。 蓝湛虚软无力地地坐着,因为那块石头和他的灵魂绑定,石头被捏碎,他的魂体也受到重创。 加上金光瑶之死,更是让他生无可恋。 此时的他只感觉现在随便一个修仙的,都能让他魂飞魄散。 蓝启仁的毒还没有全部清完,此时也是不舒服得很。 蓝湛站在一旁,看着蓝氏长老审问蓝西辰。 而魏无羡,则是随意寻了个角落,靠着,瞧着这边的动静,时有时无落到蓝西辰身上的目光都击凉。 透露着丝丝缕缕的杀意。 审问完,蓝启仁坐在椅子上,一下子无力了很多。 我中的毒,是你下的。 是。 蓝西辰硬得有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,也有种将生死看淡的感觉。 审了半个时辰,半个时辰之后,蓝西辰被带下去关起来。 蓝启仁看向蓝湛,忘记,西辰他,还能回来吗? 蓝湛看向魏无羡,魏无羡点点头,蓝湛这才道,叔父不必忧心,好好养伤,你体内的毒已深入骨髓,需得好好清理。 如今蓝氏这个模样,叔父怎么能好好养着? 蓝起人叹气,你又不在蓝氏了。 蓝湛沉默。 蓝氏家规,在族内除名弟子,不得再再参与族内事务。 现如今,蓝氏又缺人帮人。 蓝氏也一向重规矩,蓝湛想帮的话,这怕是很难搞。 旁边的长老们提议,不然我们来吧。 明镬需要您的支持明镬。